那个星星对我来说不是个笑话 这是石叶老师 想要传达给你的 他告诉我的 只是他忙着写你们公司的特稿 他是专业人士 工作一项优先 但他会这么回答 知道了 现在我跟你一样 都下班了 我们可以像个邻居一样的说话吗 说什么 人有自由意志 但是我们不能选择出生或死亡 不是吗 一段关系也是 所以我从来不迁就任何人 因为一段关系就是会开始 也就是会结束 迁就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只是拿别人的痛苦来惩罚自己 星河拉底曾经说过 可能好的我 以你承着每一刻我的多深处 我的重点是 我竟然对你感到抱歉 我的重点是 我竟然在意你的感受 所以即便违背我的原则 我也想牵救你 我告诉你这些 是希望你能好过一点 所以 我该跟你说谢谢 我当然不是要你谢我 我只是觉得 我们日常的相处 还算和谐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找回那个日常 而且我需要的一个日常